一開門見到他 我們就立即大戰了一個回合 吃完飯再大戰三個回合 所以當天我們玩了四次 深圳居然有眼鏡店 售賣正版的理工大學發明的風潮鏡片 可以防止近視加深 如果想知道 記得看完影片後我會慢慢介紹 今天開始看港男港女,我是Hanky 我是Mika 今天有一宗驗譽的案件 案件 案件 Case 中文一直也是案件 拖罪腦嚴重 關乎於 那女生是不是喜歡我呢 其實我覺得 男歡女愛情情啪啪其中一個 很過癮的事情就是 她是不是喜歡我呢 即是曖昧總是最美的 B4曖昧 我跟這個女生有曖昧之前 我都會猜 其實她對我是不是有好感 是不是有意思 即是她會否like我呢 曖昧初期不是在估計 曖昧一開始 我心目中曖昧就是 大家都知道 這樣 即是我跟你都已經有一點點試探 即是兩個有些頭契的程度 我才會叫她做曖昧 即是我在街邊 變成一個很漂亮的男仔或者女仔 你不會覺得我有曖昧 但我都會對她有些動心 她剛才熟了我一眼 喝東西的時候 其實她會不會對我有些意思呢 我覺得未到曖昧 但我都會猜到 她其實 哎呀 她試一下我坐在其中 她是否繼續看著我 還是怎樣 就很刺激 但同事也很痛苦 但這些位置就是最開心的時候 直至我確定她不是看著我 不是喜歡你 她純粹是邪屍 所以就看到你 她想看後面的價錢牌 或者更傷心就是她看旁邊的男人 不是看我 是看我的朋友 其實女仔如果對一個男仔是 有意思 或者她是對你開綠燈 可以的 你可以來追求我 是否有些 有些動作行為 有些條件 我想到一個以前有人說過的方式 就是你跟她出街的時候 因為人跟人之間有一個安全距離 對不對 最多你站在這個位置 這個距離 如果你不經意會挨近 你會多一點點 是 你看看她會不會退海 哦 這樣的 如果我對你一點的意思都沒有 我下意識就會退海 哦 OK 但是如果我允許你一點的話 我就不會退海 是 我甚至可以叫你 多一點點 哦 哦 非常好 這個方法是否很合適 這個其實是一向都發生在我們生活裡面 但是我沒有遺疑 這個我覺得是很準的方式 測試別人 對 因為老實說 如果對方很討念你 或是多朋友 鬆了你 會容許一個走路的距離 給你 對 對 但如果你多近一點點 已經過了安全距離 看她什麼反應 但你不用碰她 對 OK 好 那好吧 我現在有些把握在這裡 每個都可以試一下 我直接拿來做一個實驗 跟女同事走到街拍攝 我要走近一點點 你不用實驗吧 應該他們都會打開 哈哈 哈哈哈哈 馬上請病假 哈哈 立刻想要不要轉工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可以試一試 我下去做一個這樣的實驗 我們嘉賓 好了 可能幫到我們嘉賓 有你在這裡 松哥 我們先叫松哥出來說 松哥在這裡嗎 Hello Hello 是 松哥 Hello 你的故事是怎樣 怎樣有嚴遇 又為什麼會覺得 有些曖昧不清 你跟她 因為你跟她本身 我記憶中在WhatsApp跟你說 是有肉體關係的 是 是 是怎樣的呢 整件事 那我先說一下 自己的背景先 我今年就40 我18歲出來做 轉了幾間公司 今時今日 都叫做 所謂 公司裡面最大顆的 因為我老闆 已經60多歲 就退休了 打算 打算全部交給我打理 是 我現在 這個身份 很多時候都要招呼人 亦都同時會有其他人需要去招呼我 所以 樂Club去喝酒 坐旅 認酬 其實是很平常的 即是你的工作任務之一 去樂Club和坐旅 是的 現在香港還留下這些 是的 你好像90年代東莞 你一支勞動態 粗男粗 即是粗人 是的 一定是 喝酒 有個女人在旁邊 很正常 那我經常去 其實我已經 就 沒什麼 興趣 那 一來就是 很多女兒 其實是為了錢 二來就是 我自己是有家庭 我是有一個 十二歲的女兒 嗯 你知道可以拒絕 那我就會拒絕 那 那 除非拒絕不了 哦 哈哈 那 是的 即是我理事會盡量拒絕 但也有可能拒絕不了 是的 我和你差不多 那 以下就是 我拒絕不了的經歷 那 我自己公司 下面 就是我手下 就有一個 我要去招呼他 那 又要拒絕 即是吃完飯 那就轉場 在下級 那 這個盤頭 我們叫他做 Peter 好嗎 是的 那 首先 我們下級之前 是先 叫定了 兩條女兒 陪我們吃飯 嗯 但其實他們都是 在下級的女兒 那 那 我就 我就 心想都 挺好 就是 你知道 你下級 就 黑媽媽 就什麼都看不到 那吃飯的時候 又可以看得清楚 樣子 又可以看得到身材 嗯 那吃飯的時候 這兩個女兒 就到了 一個叫做 Mary 另一個就是我的女主角 就是 Susan 就是 我和 Peter 其實都是第一次見 這個Susan 他 應該未到三十多 嗯 他是那些 細細粒 有 有 有身材 這個Susan 有一件事 很特別 他 由吃飯開始 到下級 都是很熱情的 跟我們玩 有個對他的感覺 就是 他好像 我回到年輕的時候 跟朋友 下巴 唱K 好像吼女 的感覺 那大概 我們在這個Club 那裡 就玩了一個小時左右 讓大家都有 少少 有幾杯樂圖 那 在這個時候 我就需要跟我 這個判 就是這個判頭 去做一些公事的角力 我開始想和這位Peter 我公事的時候 這個Susan 一下子就罵了我 他是不是喝醉了 還是怎樣 是啊 我不肯定他有沒有醉 但是呢 他就說了一句 主言之後 他說 你們談公事 我會悶死的 那 我和 我和Kita 就看了兩秒 然後笑 然後呢 我們真的 就不談公事 可能 Peter 都叫做 真的 認識多 啊 當晚呢 我和Susan 雙方都有抄襲 然後玩到差不多 兩三點 我們就賣籌 我上了的士 不久 Susan 做Whatsapp 她就說 為什麼你走了 那 Susan 有些事情 對不對 我就回答她 我就說 你又沒有留我 我怎麼知道呢 這些就是 開始曖昧的 內匯格劍了 對 又會把波子推來 那Susan 又怎麼回應呢 她呢 就只覆了一個 難受的emoji 對 那我們就 兩天呢 都沒有繼續 大家Whatsapp 大家 嘩 這個難受emoji 擺明是炸嬌 對吧 這兩天之後呢 那晚五十點左右 我收到Susan 她就Whatsapp 她就說 真的喝酒 我就說 又喝 見到喝 又去你公司 那你之後 那些小姐 我坐在她的公司 其實我單憑給了她 是 那她竟然就說 去她的公司 我們兩個人去酒吧喝 那我就回答她 就是 你是不是傻了 上班又喝 不上班又喝 那不如上班喝 有得喝 又有錢收 那 她呢 就 答了一句很媚媚 嗯 就是說 有時候呢 是每次都說錢的 如果去到這一步 似乎她又不是只想要一個長期飯票 好 那當她是有些意思啦 然後發生什麼事呢 喂 故事來到這裡 你跟她發生了育體關係沒有 沒有的 還有 可不可以大概形容一下這位Susan的外貌 為什麼會令你這麼深刻印象 應該她都是你那杯茶 你才會留意到她 就是 外貌 其實我們樂級看到的女生 其實有很多美女 為什麼我其實 心底是很喜歡她這類型的女生 就是她 是跟你玩的時候那種投入 有時候又可以跟你玩到大癲敗 有時候有很認真地跟你聊天 那上次起來是很舒服 真的 我沒有試過 我沒有試過 是唯一一次 是我想聊天的時候 是小姐做一次 還要嘴過來 我是沒有試過 她那一招是 很重的 很重手的 哦 這樣的 主動嘴過來 所以那一刻你動心是她嘴過來那一刻 是不是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那你那一刻有沒有想過 究竟要去還是不去 你有沒有這樣掙扎 想想你老婆你十二歲的女兒 在這個過程中 是呀 譬如說她嘴過來 你也是想我打帽 那你是不是有還是沒有 你認不認 我認了 我沒有 故事發展到這個地步 好了 你怎樣 開始對她 怎樣 無所無腳 有未的 但是我們就 真的約了她去喝酒 那我們就去了一間清酒吧 又玩適中 又是時機 其實都沒什麼特別 那時候我們兩個人 玩了15個小時 是 買單走人的時候 我發覺我可能 那個顏包就沒有我 我留在公司 蘇神說不適 就給錢買單 蘇神也很懂 即是馬上我貼照 我頂上 是呀 我走出門後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為做了 我也不是找得笑的 即是 我就跟她說 不好意思 我明天會轉數快 再轉給你 那她純粹說了她 那我就覺得她 真的好像沒有客人 真的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那我就 半開玩笑 就跟她說 反正我又沒有錢 不如你叫一部的士 請我回去 我家裡有咖啡 我請你喝咖啡補班 其實我自己知道 我是我老婆子女 那你上不上這輛車 所以又有第二個選擇 我真是開玩笑的 反而蘇神在這裏說 她說 我家裡也有咖啡 我家裡的貓還懂得 還問我 有沒有興趣來看看 即是打關頭 是呀 怎樣 假設你有老婆子女 有個女生跟你說 她家裡有咖啡 加隻貓會打關頭 當然要去看看 這麼有趣的貓 我理智斷了 是 斷了 斷了 我都斷了 這樣 你這樣 你這麼好服侍 你明白嗎 即是貢獻了那隻貓給你 難聽一點說一句 我酒店錢你都幫我省了 嘩 真的很難聽 哈哈 真的很難聽 真的很難聽 但這個真是事實 即不是 我講的不是真的講 我明白 即是她已經鋪了路給你了 是呀 是呀 她那份學求 或者她那個 誠意 大方的感覺 是呀大方 去到這個地步了 很難 你們可不可以想想你老婆 12歲的女兒 老婆不要只剩下半身 然後呢 阿聰哥你繼續 是呀 那就去她家 是 哦 去了 一關門 我就應 不及待 就互吵 就追追 我以為有隻貓出來 哈哈 當然在旁邊打關斗 沒有了 牠們哪組去哪打關斗 那隻貓就是你們兩個 互吵打關斗 但是呢 我也不明白 就是 我閉門那一刻 我是 不夠硬 走一門 不行的 會不會很挫折 這樣會做到 不行的 沒有什麼可能的 但是我做過男人 我知道 還是喝了酒 會不會因為喝了酒 喝酒影響了 可能 喝了很多 可能是喝了酒 嗯 都多 都多 都多就可能是 因為 男性在這個時刻 這麼主動 這麼激情 很難會 我告訴你 火山爆發 尋射做地球 讓我先搞一下 嗯 是啊 忘記關門都不關的 我告訴你 那你那一刻 面對了什麼局面 挺尷尬 還有會不會對方 覺得你 沒有誠意 會不會 都不會的 因為 我們都真的喝了很多 哦 因為是瘦江啤 真的挺高 濃濃的 哦 而且都喝了一整 兩打 那 之後我們就 趴在床上 擔住 停滯 在這裏 我就 很認真地再 就跟他說 我說 我其實已經結婚了12年 我老婆 也都幫了 幫了我生一個 有12歲的兒子 是 我也都說 其實 我是 有幾個老婆 和我的家庭 是 那你抱著他 說完這件事 他有什麼反應 我想知道 他那個表情 我看不清楚 是有什麼問題 他只是說一句 哦 OK 那 好了 那你也表明你的身份 我背後不是這麼清白的 我是有老婆和12歲的女兒 然後 你們還有沒有繼續發展下去呢 其實是有的 是 我們在當下就 聊到大家睡著了 是 那我第二天 十一點左右 睡醒了 我就跟他說 我就說 我先上班 你睡醒去找我 睡醒去找我 那幾天之後 其實書層沒有找我 我就跟他說 問他 那天多少錢 就是我們兩個人去喝酒的錢 那他就說 他也說過 我不是人人都收錢 意思是他不收你錢 是嗎 就是我請你喝吧 是 之後 我就再跟他說 就是 我現在過來你家找你 40分鐘左右 我去到他家 我一開門見到他 只穿著一件 短袖的那些 長身的T 哦 就是oversize那些 T恤長到好像 那些 是 是啊 那還要是 我看到是沒有穿褲的 但是有穿 就是內褲的 當下我是連數字順序 我都不能連數字順序 我都不能連數字順序 哈哈哈哈 我剛才都經常說 看到這個畫面 真是老頭聖筆 一時真的聖不起來了 裡面有沒有bra 是沒有的 一揭就是了 這次就很厲害 我們就即場 就大戰了一個回合 完事之後 就抱著開Netflix 就看了一部電影 跟著就一起衝 然後再到街上吃 吃完飯 我回去再大戰三個回合 所以呢 在那天我們是玩了四次 這四次要很激烈才行 要還回上次的東西給你 是啊 因為上次真的對 真的表現太差 我和弟弟都很沒面子 哈哈哈哈 這裏之後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少少 叫做有SP的關係 然後 其實我不太肯定 究竟他真的喜歡我 還是純粹 有SP的關係 我想問你們聯絡頻率是怎樣 可能一星期都有兩天 出來搞 就是叫做去他家 但是每天都有訊息 都不是每天 因為我都有家人 免得這樣 那麼密 所以就 有人幫忙 就會覺得 因為如果女生真的喜歡那個人 我覺得他會想分享很多東西 你不自覺 或者男生也是一樣的 你不自覺會想跟他說 今天吃到一個很好吃的東西 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你會想找個人分享 但是如果他不是 因為我聽到他整件事 他都很冷靜 是 很理性 可以忍著 假設我真的喜歡你 我可以忍著加了你 或者我那晚 都已經這樣的狀況下 我可以忍著兩天不找你 我才說他高 因為他真的很高 因為他對這件事 其實未去到一頭熱的狀態 這個又回到剛才問的問題 不同人求愛的方法 也有些不同 而且這個女生 又知道他是有家身 會不會有多少 會不會有些憂慮呢 但是他之後見你的時候 感覺還是很熱情 還是他有沒有 有時候都會打噪那些 所以我就覺得 他也有做 你剛剛說的 就是分享他 可能他上班 可能生活的東西 但是我 我會看這件事 如果他 首先 似乎他不是看重 錢 那是否純粹和我玩一下 SES玩一下 就算了 SES完之後就會見真章 SES完之後 如果都跟我分享他的故事 分享他的想法 或者分享他的情緒 我覺得 那個機會很高 我覺得他應該有的 因為沒有好感 都不會 搞那麼多 對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喜歡 我想好像你這樣說 應該都有些保留 你抱著我 跟我說你很喜歡你老婆 我都沒有保留 難道我傻子 一同意中下去 又不是十八二十二 對 對 那重哥 你有沒有想過往後 怎樣打算 我不是繼續 繼續長照女兒 繼續 繼續養著老婆子女 那是關係 但是你有沒有因為 繼續每天四次 和Susan 你有沒有因為Susan 所以對老婆你會覺得 軟了一些或淡了一些的感覺 我有內疚 所以 我會做多了 多了賣給他 多了出街 無線天欣勤 非間直到 這是真的 應驗了在重哥身上 哈哈哈 好了 多謝重哥你的故事 希望我們 你和Susan之後 有什麼繼續的發展 無論是分還是合 你也可以更新給我們 好嗎 重哥 好 多謝你先 Thank you 拜拜 多謝你 沒有了 Henky沒有什麼補充 我剛才都說了 哈哈哈 你應該沒有藉口 哈哈哈 我 我 我不知道有什麼缺點 我就是誠實 OK 到這個時刻 真的誘惑 真的抵受不了 這個誘惑 那你有女朋友的時候 你都會去say yes 我剛才真的有put in 她的situation 你都會say yes 12歲的女兒 家老婆 都會去say yes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當然她也說了一些條件 比如說對方的外貌 身形條件 什麼什麼什麼 好玩 其實很容易 要大家say yes 又不是的 是嗎 但到剛才的條件 你覺得她好玩 是很分裂的 愛在條件又好的 我認識的女生裡面 很多都是這些條件 介紹我認識 別人不會邀請你去喝咖啡 對不起 對 你要說對她都要看中我 嗯 她都要 我like她時 她like我 然後 哇 你明不明白 比雷劈這麼小的機會 她都跟我這樣說 我覺得不小 因為她是談生意的 她每次談生意 旁邊有兩個女生 這個基數幾大 是嗎 一天談兩個 不是 一個星期談十幾個 我覺得很容易就遇到 如果你每次談 上次那個天天談 天天帶 是啊 好吧 好吧 我重新我僅代表 Hanky先生自己的立場 不是代表所有男人 不過 我都很肯定很多男人都是這樣的 我知道 大家自己留言告訴我們 所以我就是在罵你們 我就是在罵你們 你用我的帳戶 1234 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在下面告訴我們 就算我是有老婆子女 我邀請個女生上去我家 說笑而已 然後女生邀請我去她家 你去不去 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等你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不要令我覺得人生很悔 下集再見 拜拜 今天帶大家來到亨得利眼鏡 換一副便宜眼鏡 李先生 你好 我是Hanky先生 你好 我們聽過你的大名 你是店長來的 是 我們想問一下 是不是很多你們的客人 都是來自香港那邊的朋友 還是哪裏呢 香港的朋友 這邊會比較多些 為什麼香港人會找你們的店 亨得利眼鏡 有什麼特色 有什麼賣點 你覺得 首先亨得利眼鏡 在這邊已經有十幾年的一個歷史 第二個我們這邊 除了平行政之外 我們的專業都是一次受到 香港這邊的朋友的公認 和英俄 還有呢 我們這些配妝眼鏡 有一年之內的一個無憂的實行 漸進眼鏡有沒有優惠呢 或者有什麼提醒我們呢 漸進這方面是有的 其實漸進片它的原理是一樣的 但是每個人的用眼十磅是不同的 有些看近的人 他會用iPad 電腦比較多些 有些看近的人 他會看書 看報酬 或者看手機 那這個距離呢 不同的距離 那它的漸進的度數 和它的漸進的鏡片 它有設計不同的鏡片 哦 我明白 如果經常看手機的人 其實使用的距離 距離比較近 看電視 對 看電視 或者看電流 它的距離不同 它的度數和鏡片的設計都會不同 哦 那你們這個很細心 因為我們在香港 經常讀完老花多少 近時多少 就配一副鏡了 其實沒有理會 實際上使用者 究竟是怎樣用它 眼睛多些的 是 我們在視光師 在眼光的時候 一定要聞清楚 客人的耀眼情況 才會同一個眼光 很細心 亨特利眼鏡 果然有些不同 好 那今天很實際 我們說說價錢 那如果真是來配漸進眼鏡 你們有沒有什麼優惠 以及推薦這些什麼鏡片 現在我們漸進 是推出的 有一隻是大陸的鏡片 國產鏡片 有Hoya 日本的Hoya 那現在我們其實配過漸進眼鏡片的朋友都知道 在日本配合蠔雅的那個鏡片漸進眼鏡片 加上 就算不加上鏡框 單純那個鏡片都要成兩三千元 香港都要 差不多 大家都知道 但是現在我們是可以做這個活動 回饋給香港朋友的 我們Hoya的鏡片 漸進鏡片 加上鏡框 五百八十元就可以配到一副 Hoya的漸進鏡 就是差不多是五分一或者六分一價錢 是 三千四千元變成五百幾 五百八十 是 五百八十元 咦 你這裡還寫著 配送 會送太陽眼鏡鏡片 是 什麼意思 就是回歸大家的朋友的支持 配這個漸進鏡 再加上送一副有度數的太陽鏡片 一般我們正常要買這個有度數的太陽鏡片 都要四五百元一副 是 因為太陽眼鏡鏡片經常有是有 不過沒有倒數 我也有一些沒有倒數 但是戴上去我就近視就不對 你是有倒數的 是 OK 我只要配上鏡框就可以辣 是 是 送的 送的當然要 除了空眼之外 這個空眼我知道是日本的名牌 還有什麼鏡片你們是有的 好像這些國際大品牌 塞斯 塞斯是德國的 是德國的塞斯 還有法國的伊士羅 伊士羅 這些鏡片都是國際上很有名的 而且帶著舒適度也很好 但是不一定每個人都適合我的牌子 最重要是我們通過眼光 塞了之後 才知道你是適合哪個牌子 原來不同牌子 不只是說價錢那麼簡單 還要說適合和不適合 是 用眼的習慣 我們始終都是以顧客的用眼習慣 配出來這副漸狀要舒服 一定要整個流程 要和眼光拍得很仔細 你這副眼鏡配出來才會很舒服 李先生 我看到你們配了很多眼鏡 那有沒有一些是你推薦一下 其實你的面型是很帥的 很日系的 就好像這些 是 好像這些 是仿木紋的 是 仿木紋的 真是很有特色 木很少見 是 怎樣? 好嗎? 好嗎? 我先看看 有一個很不一樣 很鮮明的對比 真的很不一樣 那種感覺 是 是 木紋的 尤其適合找一些藝術的 或者是書法 這些派人是最喜歡這些 我自己挺喜歡這個 有些藝術氣質 但是下面沒有框 就好像挺斯文 又藝術又斯文的感覺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現在開學了 很多家長都幫小朋友戴上新眼鏡開學 有沒有什麼推薦呢? 小朋友呢 因為她的身體 一個方面在發育 那她的倒數呢 她都會隨著她的身體發育 增加 而倒數加深 是 那我們呢 又專門有一款 那個叫做 蜂巢徑 蜂巢徑在香港? 很出名的 是理工大學發明的 是 就是我們香港的大學 這班很聰明的科學家 她們都研發成功的 這個我知道的 理工大學在眼視視科 是很有研究的 在國際上是很有名的 哦 還有很多 這些附送很多的 這些就應該 這些很耐用 這邊可以直接 小朋友不會弄到損檔 如果有些小朋友 小朋友比較偏偏 她是180度的 她都不會壞 這個就是那些迷點 如果小朋友 一般壞了 整個鏡頭是不是廢了 這些鏡頭基本上是 弄不辣的 如果弄了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是一年之內可以免費 售後的 那大家各位家長就放心了 說知道她踢球打立球 弄爛了還可以保養 十分好 那這個蜂巢鏡呢 是什麼價錢呢 這個是日本Hoya的 蜂巢鏡是我們理工大學 和日本共同研發的 市面上的價錢是3980元 這個是原價 基本上在市面上配到 都要三千 加上景框都是三千左右 到四千元左右 我記得我這些親戚 在香港配都要四千多港幣 四千多港幣 最少 那你們在賣多少呢 我們現在呢 是回饋一部份的 香港的朋友 現在我們是做出 有很大的優惠 這個鏡片加上我們 剛才選的那個景框 承透我們的優惠價錢 是一千八二十萬 一五二零 一五二零 就是更便宜 一半有多 是 四節左右 而且還可以成立 半年之內 它的兜售超過二十五度 小朋友的兜售 如果增長超過二十五度 我們是可以免費更換鏡片 是 二十五度當然不會更換 但是如果超過二十五度 是可以免費更換鏡片 是 超過二十五度 超過二十五度 這是日本的東西 它們這麼大的手筆 可以免費更換 很厲害 剛才說 那個鏡片中間 是不是說有很多 很多點點的 封唆 有三百五十六個封售點 所以要封售鏡片 是的 它的原理就是 抑制小朋友眼族的重度的生長 從而控制它多數的加深 所以可以減輕它加深的情況 是 不會這麼大深度更多 是 這個很重要 不要每次都等到深了 然後換眼鏡片 簡直可以抑制 可以防止更加有效 永遠都是預防適於治療 是 OK 這個是我們的鹽光耳 鹽光耳可以大距 這麼快的眼睛有什麼情況 比如說有近視 有沒有散光 有沒有肉視 或者其他的成績 是 到這部儀器都可以出出來 藥視都知道 好 近視散光 對 額頭短短一點 這些只不過是電腦出出來的度數 現在我們就要正確調整一下 你的實質的度數 還有另一個儀器 正確地再試一試 很細心 這個儀器就結合我們平時用眼的常規情況 或者你們經常怎樣用眼來調節 我們先測試用眼 右眼現在的情況 你看看這裡 應該只要整個一行 第二行也勉強 好 好 過頭離開 我們快點搞定度數 馬上去選鏡片 好 現在我量度數完 但通常要等多久才能等到新的眼鏡出爐呢 如果是普通的鏡片的話 我們一般就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就可以拿的了 這麼快 即日可以拿的了 半個小時就喝杯茶上來拿回來 如果是甚麼鏡片要等久一點呢 一般是進口的 好像剛才的虎牙的漸進片 或者是一些蔡司的漸進片 這些國際上的大品牌 這些漸進就要大概7至10天才可以拿到 如果大陸的漸進片 都是一個小時就可以拿的了 如果那些朋友不方便過來 我們就直接順風包遊 可以遊到香港那邊給朋友的 你試大之後 如果覺得不舒服 你隨時可以過來 如果舒服的話 我們可以順序練習就可以了 很方便的 哦 那就包住信封 在香港等你 就不用等那麼久 慢著 還有就是這個 售後保養的問題 萬一現在我量度完 就是回到去 我覺得不舒服眼眸 我又不想浪費眼鏡 那這些可否有得保障呢 一般我們配了眼鏡之後 如果你不方便 我們就和你包遊到香港 那有什麼問題呢 你可以隨時拿過來 我們的售後就是 進口的影片 一般是三個月之內 你戴著不舒服 或者更加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無憂的售後 那如果是獨產的大陸的影片 我們是一年的時間 你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即時可以 那些未相似我們 或者是到我們本店過來 我們都可以享受無憂的售好 所以大家在此 會大hoo德理的背景 最百分之百可放心 耿耿可以做到便宜 靈靜及專家 哦 這樣又有進口三個月保養 我們もう一年保養 那就很開心 給錢才能支持 更舒服 我現在看真點木鏡框 這些是火木鏡 在羅湖乘兩個站 來到老街站 D出口上一層就是了 反而L1這層 就見到大門出口轉右 出門一望右邊 就見到今世界百貨 來到這裡見到東門眼鏡城 然後左邊就有個路口進去 就見到電梯上電梯就是了 來到二樓大大隻字 寫著東門眼鏡城 左邊走過去第一間店 就是亨得利眼鏡 以上節目是經過生戰的 如果大家想看觸本版 那就要快點加入會員 加入會員之後 還可以加入我們的TG Group 裡面有二千個朋友跟你一起聊天 還有分享過故事的主人翁 都在裡面 那現在快點訂閱和加入會員 有遍 會員 會員 是 就是 有 stayed 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